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白色越野车在发生事故之后 非一旦没停下相反 它竟然继续加速 一溜烟的跑了 再之后 它出现在了下半这段视频当中 这里是武汉市的亚安街的道路监控 请看画面的右下角 原本一辆白色轿车嘛 好好的停在路边 但是突然 车辆受到了巨大的撞击 没错 撞它的正是之前的那辆白色越野车 但是我们再把画面放大 凑近看看 可以发现在被撞的这个白色轿车的后方 还倒下了一辆电动自行车 并且据当时现场的群众反应 电动自行车上正骑着一位老人 可以确定 这辆白色越野车是连连肇事 那么它的驾驶员是谁 为什么要做出这样疯狂的举动 被撞的那几辆车 甚至车上的人又怎么样了呢 在事故发生后的第一时间 警方就就到达了现场 警方到达时呢 被撞的那位老人 已经被现场群众送到医院去了 而白色越野车 在试图继续逃走的同时 也被现场的群众 跟团团围住 拦下来了 他跑了 你脚就把它煮化 跑它跑了 我到现场之后呢 群众就指了 开白车的那个人 是驾驶员 伤得怎么样呢 据旁边的群众反应 他当时一下子 第一状态也傻了 从车下来看了一下 他也少了 第一个想法是想跑 后来被人 当时在场的群众 把他们又拉回来了 没错 就是这辆车 可以看见 坐在驾驶桌上的是一名男子 那么他为什么 做出这一系列可怕的举动呢 很乖 警方这就有了答案 坐在车里面的 刚走进车 车门那个地方吧 就闻到一颗很浓的一颗酒 特别浓的吧 显然这名男子喝了酒 涉嫌酒驾甚至是醉驾 那么他究竟醉到什么程度呢 就在警方试图上前查看 并且确认男子身份的时候 却遭遇了难题 当时我就跟他说了 我说你把你的驾照 新的证都给了我 就是的 当时他迟一样没有反应 后来我又反复地又说了一遍 我把你驾照 新的证给我 就是的 从车里面的呢 拿个本出来了 这个本呢一看呢 是那个车辆登记证书 是个律师的 就是的 他给我 就是的 他说这是我的驾驶证 就是的 他说不是的呀 这是车辆登记证书啊 知道吧 好 我先拿着了 你知道吗 是我的身份证 好好好 他那刚才拿了 身份证给我了 就是的 他身份证我看了之后呢 我说是个身份证啊 证明的身份信息的 就是一个 知道吧 我就想过这个 到底有没有驾驶证 就是的 是啊 到底有没有驾照啊 先是车辆登记证 再然后嘛 是身份证 总之吧 就是没有拿出驾照 这男子到底是喝得太醉 完全糊涂了 或者是故弄玄虚 想糊弄警察 又或者是 压根就没有驾照啊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那这件事的性质可就太严重了 现场的警察 陈向东呢 都不愿意去想这种结果 于是呢 他就继续要求那名男子 出示驾照 我能把你驾驶证给我 听来之后呢 他要拿个50万元人民币出来了 做我驾驶证 至此呢 陈向东觉得想要让这个男子 老老实实的出示驾照 估计是不可能了 就在陈向东打算向队里汇报 请求同事增援的时候 白色越野车的这个驾驶员 就是那名男子 他竟然开始了一段 极其反常的表现 首先呢 他是开始手舞独捣 似乎挺兴奋 并且还向警察提出了要求 是 这个时候或是刚刚发生 伤者都还在医院 什么情况都还不知道 男子的身份 也没有得到确认 这样相当于呼叫蛮缠的要求 陈向东当然没办法理会了 但是很快 那男子又提出了新的要求 事实上陈向东 并不想理会男子的话 但是出于身为警察的责任心 他又怕那男子真的有什么急切的要求 所以呢 他还是上前了 但是接下来发生的这一幕呢 却是陈向东怎么都没有想到的 甚至可以说 是他整个从警生涯当中 从来没有碰到过的 是的 这名男子竟然毫无缘由的袭击了陈向东 这下别说陈向东了 就连现场的群众都看傻了 这名男子到底是想干什么呀 但是陈向东并没有还手 而是顺了顺气 对那名男子仍然是好爷相劝 但是对于陈向东的劝告呢 驾车男子非但不听 他的情绪还越来越激动 指着陈向东表情很 突然他半个身子伸出车窗 向陈向东扑了过来 在制服的过程中呢 所有被他打伤了就是 因为在后来旁边群众 有的群众就看见了 警察我跟你做事 他先打你的 我们都看见了 是他先打的就是的 眼看这名男子是越来越嚣张 为了防止更多的意愿发生 现场的警察意识到 必须要尽快制服他 拉开 拉开 好在这位群众都上前帮忙 不一会儿 那名男子终于被拉下了车 没错 对于这名男子如此的行为 别说现场观众了 可能就连我们看了 也免不了心生气愤 最后呢 由于男子持续挣扎 丝毫不肯配合 并且一直试图逃跑 警方只好把这名男子 送到了武汉市最佳案件办理中心 按照这个公安部的有关规定 我们目前查击最佳案件的 凡是发现涉嫌 最久后驾驶机动车的一律强制行救 这边呢 那名男子还在宿醉当中没有醒来 可是医院那边呢 那一家人却因为男子的行为 正在痛苦的煎熬中 没错 就是那名骑着电动自行车 被白色越野车撞倒的老人 他伤势严重 正在医院抢救呢 事实上李南表示 事发当天对于他们一家来说 是个非常特殊的日子 那就是父亲的生日 当时呢 他们全家都准备好了饭菜 正打算合假吃一餐团圆饭 可是父亲呢 却坚持要去把孙子也接过来 有个孩子热闹 并且边说呢 就自个儿穿上衣服 往门外头走了 李大爷一份权权之心呢 谁能想得到 却在他去接孙子的路上 被无情地打碎了 那辆疯狂的白色越野车 撞下了他 我们一大家坐着一起吃饭 结果就 医生其实一开始还说 你父亲这个身体很好 我想这个抢救应该没有问题 当时那一下子可能还心寒 就缓了一下 我就只要人在 我还能够静下 我觉得这都不是事 因为我毕竟有 我是状态 我可以扛 没有事 只要他在 守候在守住室外的李家人呢 此时只有一个祈求 那就是父亲能够转危危安 但是一夜过去 最后的结果 却让李家人痛彻心扉 李家老父亲救治无效 命丧黄泉了 那就已经不是揪心了 那是崩溃啊 那真的是不能叫揪心 真的自己父亲亲人走了 那一刻 真的是就觉得 我有时候第一次 我两个腿是硬的 完全挪不动 确实让家人 怎么能接受呢 一场车祸 让所有的期盼 瞬间化为了虚无 让全家人 从喜悦的山峰 落到了最悲伤的谷底 这种落差所带来的打击 李家人觉得难以承受 面对这样的结果 李家人首先就想到了一个人 谁啊 没错 就是那个驾驶 白色越野车的男子 我们也想问一句 一夜过去 他酒醒了吗 他知道自己犯下了如此大错吗 让我们一起回到武汉市最驾案件办理中心 这里的医护人员呢 已经对驾车男子进行了初步的检查 最驾 酒精结果达到了 两百九十九点几 接近三百了 属于严重超标 每毫升血液 酒精含量三百毫克 这是什么概念 我们国家有法律规定 超过二十毫克 那就算酒后驾车 超过八十毫克 视为醉酒驾车 所以可小而知 三百 那是八十的三点七五倍 在医学专业上 这已经不叫醉酒了 而是酒精中毒 那么在我们法医学上面的话 在界定乙醇中毒的时候 并不是以这个标准为重 我们是以轻度中毒 中度中毒和重度中毒 这三个标准来划分 驾车男子这样 每毫升血液酒精含量 达到三百毫克 算是中度的乙醇中毒 相关人士表示 像这样到达了中毒地步的人 在行为上 一般会出现三个阶段 第一期的话叫兴奋期 兴奋期就是话语比较多 比较亢奋一点 敢做一些 平时自己不敢做的事情 那么第二期的话 就是共济失调期 就行为行动会有些奇奇怪怪 比如说走路走不稳 拿东西拿不好 共济失调期 第三期的话就是抑制期 抑制期的话就是躺在那里 不会动了 时间来到了事发第二天的早上 驾车男子的酒吧 总算是醒了 既然是醒了 这一桩桩一件件的事 他就别想再逃了 必须得面对呀 他为什么要喝酒啊 喝了酒又为什么会开车呀 驾照到底他能不能拿得出来呀 如果没驾照 他车也是哪来的呀 整件事情 他将如何解决 这都在等待着赵氏司机本人 一一作答 欢迎您回到传奇故事 我们节目目前正在手机交易台上同步播出 您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客户端 就可以随时随地的收看我们的节目了 刚才我们说到事发第二天 严重醉酒的赵氏司机终于醒了 警方也得知了他的身份信息 他叫王鹏 当酒精散去 意识回笼的这个王鹏 从警方那里得知了所发生的一切的时候 他整个人一下子就杀了 后来酒醒了之后 哎呀知道自己闯大火了 然后瞬间就是很明显的感觉到 把他带到我们询问区的时候 他的脚都被刮到我 而让王鹏害怕的原因呢 还不仅仅是对驾 更重要的一点 王鹏亲自交代 他根本就没有考取过驾照 你听见 这实在太可怕了 一个没有驾照的人不但敢开车上路 甚至在严重醉酒的情况下 在路上成为了马路杀手 这么一来 李家老父亲的悲剧 简直就成了一种必然的 当然了 我们也需要慰问王鹏 到底是什么原因 让他在这种情况下 还要开车上路呢 说到这个王鹏自个儿 也已经后悔到痛哭流涕了 他表示整件事情呢 只能用鬼使神差来形容 随着王鹏的回溯 我们可以还原一下 事发前那两个小时 王鹏的生活 王鹏表示那天下午 他开车呢 去车站接一个 对他来说非常重要的客人 回到家的时候呢 这就已经是晚饭时间了 为了表达自个儿的热情 他打开了酒 与客人频频碰杯 事实上这时候的王鹏 已经是醉酒状态了 如果他就这么睡过去了 这一切就是另外一个模样 可是王鹏也不知道什么原因 非要出门去接一个人 就这样 他拿起车钥匙 发动了汽车 闯下了你一天 大破给李家人带来了 永恒的伤痛 得知王鹏根本就没有 任何外力作用 而完全是自个儿 做出了如此莽撞的决定 李家人真是气愤不已的 他们表示 无法原谅王鹏 这就属于恶意的 因为你喝不喝酒 是你可以控制的 不是说你控制不了的 现在这么方便 哪哪叫不到车 永远不能原谅他 可是悲剧到这里就结束了吗 我要告诉您的是 还远远没有 这件事 除了李家之外 竟然还给其他三家人 带来了同样严重的伤害 哪些人呢 首先是一名叫刘丽的女子 她正是王鹏的未婚妻 两个人呢 谈婚论嫁 并且预定在事发后 一个母月就举行婚礼 酒店都订好了 可是这下王鹏出事了 这婚礼还能如期举行吗 答案便是否定的了 但是事实上除了这一点之外 还有一件事让刘丽是既痛苦又有些内疚 之前我们说了事发那天的王鹏是去接一个重要的客人 并且陪着喝了酒 这个客人不是别人 正是刘丽的父亲 也正是因为陪的是未来的岳父 所以王鹏表现的格外殷勤 放纵好饮 喝完酒之后 王鹏还非要出门去接的那个人 也不是别人 正是刘丽 他本意嘛是想把未婚妻接过来 让未婚妻和未来的岳父团聚一下 喝完白酒之后 嫌疑人就说要出去 但是他的岳父可能当时也拦了他的 也劝阻了他不让他出去 你知道他喝了酒肯定不让他出去 可是到后来他还是自己出去了 当时跟我打电话的时候 已经酒已经喝醉了 都自己在哪都不知道 然后我已经叮嘱过他 因此刘丽和他父亲都十分后悔 如果当时没有喝那餐酒 又如果他们拼命拦住王鹏 命运或许就会走向另外一条道路了 但是可惜的是一切都没有如果 李家老父亲已经逝去 为了表达歉意 也为了承担应有的责任 王鹏已经决定尽全力赔偿 所以说呀 这一场祸事不仅夺取了李家老父亲的性命 还夺走了王鹏和刘丽 原本幸福美好的未来 这样的打击让刘丽几乎有些崩溃 就是那种从天上掉到地上的感觉 就原来很美好的生活 就因为这一件事一夜之间全部没了 说完了李家和刘家 那么还有哪两家人受到了这件事的影响呢 别忘了 王鹏是没有驾照的 所以他不可能自己买车 那么他驾驶的那辆白色越野车是哪来的呢 警方调查到白色越野车的主人姓江 而这个人正是王鹏的同事 也正是他把车子借给了王鹏 看到这儿你可能会说了 这江先生怎么这么糊涂 把车借给一个没驾照的人呢 可是当警方找到江先生的时候呢 他却只喊冤枉 因为他压根就不知道王鹏没有驾照 所以当江先生见到警察登门得知了这一切 整个人可以说完全就蒙了 他没想到一时好心却惹出了大祸 更重要的是江先生通过律师得知 在我们国家的这个法律当中啊 借车给没驾照的人也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从法律角度来说 他把车借给无驾驶人的驾驶 这是一个违法行为 另外从民事赔偿上面 他也不可推卸的责任 为何江先生是担忧不已 家人也对他是诸多的责怪 确实碰上这样的事 谁家能不糟心呢 相当于非来横货 江先生不但新车没得开 估计还得损失一笔钱 所以现在再提起王鹏江先生的事 谁也得不行呢 你觉得这个关键还存在吗 我觉得应该不会存在 我说你这是纯粹是为了害我呢 还是怎么呢 说完这几个家庭 而最后我们要说的 当然就是王鹏自个的家庭了 王鹏事发的时候呢 只有二十多岁 被寄予了父母的全部期望 但是如今的他只能被关押 等待法律的审判 必须说明的是 我们国家的法律在2011年的时候 就将罪嫁写入了刑法 发生重大事故 致人重伤死亡 或者是公司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或者拘役 交通肇事之后逃逸 或者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的 可以处三年以上 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因逃逸之人死亡的 那是要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的 而王鹏呢 他是无证驾驶 驾对酒驾驶 造成多车连环事故 并且导致一死一伤 更重要的是他还殴打警察 暴力抗拒执法 他会面临怎样的刑罚呢 如果说我们是仅仅站在 这个交通管理的角度 作为一个普通的交通造势案件 来办理的话 跟这个 跟这个目前这个案件的性质来说 可能说 我们认为 可能不匹配 关键是 他在出了交通事故以后 继续放任这种 结果的发生 使事态变得更严重 他这个行为就是危及了大多数人的生命安全 所以警察认为 王鹏不仅仅是涉嫌危险驾驶罪 同时还具备了另外一项罪名的构成要件 那就是危害公共安全罪 经过暴行商级执法部门 我们以这个属地 这个判所 这个以危害公安全罪 来这个 立案 同时还有妨害公共罪 两项罪名立案 目前这两项罪名 检查机关都已批准 让群众 认识到 类似这种的这种性质比较恶劣的这种 这个 罪嫁 造成多车多人伤亡 同时这个 各种恶劣情节叠加的 它不仅是一种 简单的交通事故 它可能是 可能是上升到更高的 这种刑事犯罪的这个层面 来接受处理 如果最终这个罪名被法院接受 并且成立的话 那么王鹏将面临的 很可能会是非常严厉的惩处 这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 未来的很多年 或许都要用来为自个儿的冲动行为 赎罪了 今天这件事 与其说是个悲剧 不如说是个极其深刻的教训 酒驾甚至醉驾 究竟最后会引发多么严重的后果 从这件事情当中就能够亏得一般 并且我们能够非常清楚的看到 整件事从头到尾 王鹏自身的意志 一直在起绝对的主导作用 他明知自个儿没驾照 还要借车 明知喝了酒还要开车 最后在醉酒状态下甚至袭警 所以说控制自己的理智 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碰法律的红线 这才是保护自己 保护亲人最有效的方式 好各位观众非常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传奇故事 如果在你的身边有什么新闻发生的话 欢迎您通过屏幕上的联络方式告诉给我们 好了我们大家一起来关注 如果您还想收看到更多精彩内容 那就请到各应用市场去下载手机 将一台客户端 好各位观众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